大家好 我是黄建江 有很多初学的吧 他只会挡 高级一点的 光挡不行 如果说我去磕 磕本身它已经是加力加摩擦了 假如说要拉60转的上弦 我通过磕可能变成70转 很多人就是说 啪一拉偷就下网 为什么 因为对方磕的时候 已经加上力了 就等于加上旋转 这个弧弦球呢 它刚起来这点 是速度和旋转很弱 所以说咱在磕的时候 要磕球的上升期 咱们在防守的时候不要退台 一定去找这个球的起点 这样呢你又省劲 你的防守的难度越小 大家好 我是黄建江 防守呢 这里边也不是说光是这样 它里边也有很多小的技巧 你比如说我去挤 连磕带挤 你看 我都打到盆那去了 你看 这样的话 对方很难去拉一板 这球都跑这了 它就没法拉了 是吧 这时候呢 可能它逼着它要去搓一板 咱们就有机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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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